哈囉大家 我們今天呢 要來畫聖誕卡片呢 因為已經快要聖誕節 而且聖誕卡片應該要在 聖誕節前可能 一兩個禮拜之前就先畫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畫 聖誕卡片 聖誕卡片跟上一次做感恩節的 感謝卡一樣 我們要先畫好就是 卡片的 大小 好,上一次呢我們是用量的 那這一次我是用 我手邊的一張卡片 然後我來量 那張卡片的尺寸 所以如果你手邊有卡片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就是描它的輪廓 然後我們再罩子剪下來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這個是什麼 size 的話我量給大家 這個是 它是一個很奇怪的尺寸 OK,大概是 4點 多 4點 4點2寸吧 它的 就是一邊的這個寬度 那高度的話是 6寸 好,就是比4乘6 再寬一點點 4乘6的話可能就太窄了 所以我們就用 就是稍微寬一點點 4點2乘6寸 然後我們一樣 要畫在卡片的 要畫在這裡 右邊 那聖誕卡片的話呢 我們來一樣 用一個聖誕花圈的樣式 然後中間我們來寫 Merry Christmas 然後Merry Christmas的藝術字體 我有稍微自己練了一下 就是 給大家看 嗯 下面這邊是就比較 比較 醜的,比較歪的 然後大概用 鉛筆試寫了一下 然後再來後面也有幾個 就是我自己試寫的 有一些是用銀色 有一些是用金色 在網路上面你們可以 一樣就是搜尋 Merry Christmas Calligraphy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字體 那你就選 你寫的出來的 然後你覺得好看的 那今天可能不一定有時間 練習寫這個 不過我們這一次先把 花圈的草稿打好 然後最後 我們有時間的話 就讓大家 自己去找 那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我們就 嗯 應該是說 大家應該可以在 下一次我們 塗顏色之前 把 這些字體找好 然後 下一次在塗顏色之前 我們就可以來畫 這個 鉛筆稿 然後就可以再畫 這個 最後寫這個字型上去 OK 那我們就來畫 就是聖誕花圈囉 那聖誕花圈其實 有 各式各樣的 所以其實 小小的東西的話 就看大家想要 放什麼樣的素材進去 那首先一樣 我們要來打草稿 草稿的話就是圓形 在 你的這個紙的中間 你可以多就是trace幾遍 然後找到一個圓 然後找到一個圓 如果你覺得你trace了很多次 然後那個圓圈圈 有點太多條線的話 再用 軟橡皮 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其實畫這個圈圈 只是要知道我們的 我們的草稿要打到哪裡 不要畫到太邊邊 不然外面就沒有空間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圓圈圈的外面 我們都不要畫過去 所以就大概輕輕的擦掉 你可以看到一個底 大概給自己一個範圍就好 好 那 聖誕花圈的 這個葉子啊 我們可以先來畫 我們先來畫 我們先來畫大一點的素材在裡面 我們可以先來畫 嗯 我想想喔 幾個紅色的果球 可以先畫大概三顆 三顆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這樣子 稍微連起來 然後再多畫幾顆在旁邊 然後 它的 這個 小蒂頭呢 也要 畫出來 才會比較可愛 然後 一根這個枝 然後 下面我們也可以畫 畫個三顆 然後再慢慢的把它 稍微連起來 最後一個尖尖的在這裡好了 可能這樣 連起來 好 那畫完這個 比較大顆的球果之後 我們就要來畫 就是它的葉子了 它這個葉子的形狀呢 就是稍微這樣子 比較尖尖的 從 枝子的延伸 然後往旁邊這樣子擴散 然後靠近裡面的 我們就畫小片一點 才不會擋到我們的字 最後呢 再把這個枝子 就是連接在裡面 所以這邊也一樣 靠近外面的我們可以畫比較大 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蝙蝠 的翅膀 還是像雨傘 然後可以多花幾個 來 畫反 像這樣這邊如果連不起來的地方啊 就可以 像這樣子把它蓋住 好 最後連起來 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接下來的東西 都要擺在它的後面 我們可以畫一些 比較大一點的這個樹葉 圓圓的樹葉 然後這個樹葉啊 因為它是在 剛剛的這些東西的後面 所以 整個構圖會越來越複雜一點點喔 不過我們就是 一片一片畫 大概畫個五個 然後就把它點起來 所以它其實是有點像這個樣子 這種形狀 然後 中間的那個葉脈把它這樣子連起來 但是因為它被這個球果給擋住了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一個慢慢的從後面 慢慢的疊 從後面往前疊 然後下面這邊也一樣 下面這邊也一樣 先疊兩個 然後再兩個 然後最後再一片 這個樣子 就慢慢慢慢的疊 就慢慢慢慢的疊 沒有看到 這邊 那 那 蝴蝶結 我想要先畫一個蝴蝶結 然後跟鈴鐺 在 左邊斜斜的地方 那 我們就先畫蝴蝶結的中間 因為我們要先把比較大的東西畫出來 之後呢 後面就是稀稀疏疏的 畫一些葉片就可以 所以我想要畫一個 就是大大的蝴蝶結 蝴蝶結 蝴蝶結的畫法跟上次的蠻類似的 只是就是把它畫得大一點 寬一點 斷帶就比較寬一點點 然後短一點點 然後可以畫鈴鐺在下面 看一下喔 兩顆鈴鐺 這個鈴鐺的後面就是被蓋住了 它應該是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畫另外一顆 好 那我們就畫完 蝴蝶結跟鈴鐺了 那接下來 旁邊的地方 這邊我們都補一些葉子 等一下補一些葉子 然後鈴鐺的這個斜對角這裡啊 也可以稍微再畫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東西 我們可以畫大概一個小禮物好了 小禮物就是一個正方形的 Cube 不用畫太大小小的就可以 然後因為它有稍微有一點點 perspective 所以呢下面呢 會讓它往裡面縮 往下面縮一點點 就有點像畫一個小方糖 那它的蝴蝶結可以稍微就是翹起來 會比較可愛 然後再來把它往下綁 往後面綁 就是小禮物 小禮物也可以稍微做一點裝飾喔 就是如果你不要全部都是同一個顏色的話 你可以做這種協調紋的 像這樣子協調紋 然後在禮物的後面 然後在禮物的後面 放一個聖誕紅好了 聖誕紅的話裡面呢 我們就直接畫成星星的形狀好了 這樣比較容易 所以就先畫一個小星星 我拉近一點 好 我畫了一顆小星星 然後呢 我們就來 就是 加 每一個星星的後面呢 我們都加一片 像葉子形狀的 那有的大有的小喔 然後再來呢 就是在這五片的後面 就大概加個幾片 像這樣 因為有幾片會被擋住 然後有些會比較細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可以再一個 然後最後的最後 我們就可以畫一些比較簡單的樹葉 然後最後的最後 比如說這樣子斜斜的 比如說這樣子斜斜的 這邊 然後這裡可以加 這邊的這個葉子啊 這邊的這個葉子啊 到時候 鉛筆線擦掉之後 可以 鉛筆可以擦淡一點 因為我們就是用 色鉛筆直接塗這個 一條一條斜斜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不會整個這樣子在著色 就是一筆一筆的圖 好 那這邊就繼續的補滿 好 盡量就是在這個根部的地方 就往裡面藏一點喔 才不會就是 好像畫到一半 然後就消失了 所以還是要讓他們有一點被 其實是被蓋住的感覺 所以要讓他們有一點稍微就是交錯 交錯交錯的畫 像這樣子 交錯交錯的畫 然後最後這邊也是 有一點交錯的 先畫左邊然後另外一邊就畫斜斜的右邊 然後再畫斜斜的左邊 斜斜的右邊 有一些可以稍微往外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兩邊不是很平衡的話 這樣就可以囉 然後最後呢我要來寫一下那個藝術字 看一下想要寫哪一個比較好 這個好了 最近買了這個筆 給大家看一下 是長這樣子的沾水筆 那要畫的時候呢就是把這個nip 就是塞在這個縫縫裡面 然後沾著就是看你想要什麼樣的顏料的顏色 然後就可以寫你的藝術字了 但是我還在練習要怎麼寫 所以呢我就一樣先用鉛筆來打超高 只是這個筆就是在這種比較容易刮紙的圖畫紙上面畫 可能效果會沒有那麼好 它應該要在稍微滑一點的紙上面畫 然後顏料也比較容易畫在那一種紙上面 不然有一些紙太吸水 就畫出來會不好看 好那我們就來寫囉 因為我在練習所以寫的不是 可能不是那麼好 好 好 然後先寫C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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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覺得空白的地方有點少東西一樣 我們可以就是補一些亮晶晶的東西 在附近 旁邊也可以有外面也可以有 下個附近的彈簧 感谢观看